它那个状态的话就类似于这样子 我现在我就把那个报警状态弄出来 看没有 那现在这个报警状态是这样的 牵引轮未压紧 第二个是测标传感器未设置OK 第三个应该是可以排除掉的 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视频里面是没有的 然后牵引的是这一部分 牵引压紧的状态是这样的 它这个样子是没有压紧的 然后里面有个卡位的 里面有个卡位的 OK 有个卡位的 然后你要松它的时候 也是顺时的扭 大力一点点扭 它就松掉了 我怀疑是这一个问题 这卡位一定要锁紧那个卡位 你们这里断了 要让它们用内溜角 锁这个螺丝 锁这个螺母 把它锁紧 一定要把它锁紧 第一第二个就是那个测标电眼没调好 测标电眼的话呢 因为我这个电影跟你那个电影不一样 所以呢 你们那个测标电眼的就是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 用那个黑色那个红色电影上面 它有个黑色的那个点的那个是一个按键来的 就按下去三秒钟三个灯同时闪的时候 然后让它就就把它放到放到有标签的地方 按按三个灯同时闪 然后再把它放到那个标签的这个间隔这里啊 放到底纸这里 然后按一下 然后再再试着一下 它放到标签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灯在亮 然后放到这个地方是三个灯在亮的话 就能证明那个红色电影已经设置OK了 因为我现在用的这个电影跟那个不一样的时候 所以我用这个来解释是没用的 好 搞定了 要解